我们刚才提到他在脱欧之后 向这个印太来倾斜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意涵 那对日本来讲 当然他扩大了自己 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角色 尤其是如何让印太的一个发展 这个安全上的发展 能够扩张至其他地区 比如说像欧洲或是英国 这样的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是对日本来讲 他是整体上在这个安全事务上的 一个地位跟影响力在提升 那日本在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在这个印太 尤其在安全事务上合作 最重要的还是中国 唯独中国 所以双方 就是英日双方清楚这个RA 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 那未来当中我认为 法国的角色会非常重要 因为法国进入到这个马克宏的第二任期 所以法国要引领的这个欧洲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说欧盟的方向 或者是说法国需要提升自己在 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处在能力 我觉得他也会在这个印太上 会有多数捉摸